我们认为中国大陆过去推动的台湾农民创业园区 31条26条这些措施 大多数台商及台湾农民的感受是口惠而死不治 雷声大雨点小 只对少数台湾人有利 却对大多数的台湾农业跟农民造成伤害 只会使台湾人民产生反感 而且不利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我们要呼吁路方 洋气过去的单边思维 两岸的农业合作交流 涉及公权力事项 需透过双方相关的主管机关协商沟通 务实解决问题 才有助于两岸的农业健康有序 首席旅有关系的旅程 在二岸的农业的纜舟里面 Ooo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